消除調查局回函 上頭寫明基於偵查不公開規定 未公布檢測結果 立委王宏偉表示 羅志正身為國防外交委員 最近流出大量個人影片 聲音檔案 必須儘快釐清真相 包含刑事局還有調查局都分別對外說明 快的話一天 慢的話48小時之內都可以完成鑑定 所以呢 在昨天一上班的時候呢 我就發文給我們調查局 說是不是能夠 因為他是在1月2號去做檢舉 那麼昨天是1月8號 所以他的結果早就應該出來 而且昨天大家也看到媒體也報導 事實上結果已經出來 那麼昨天在下班之前 法務部調查局回函給我 那事實上也證實了 他們完成了相關影片的鑑定 那麼但是呢 他把他再轉交給新北地檢署去做偵辦 那他是以所謂的偵查不公開的規定 就如同剛才林維州委員 說這個呢 他沒有公布檢測的結果 那這一點當然引起輿論大滑 也就是說既然這個影片的見識結果已經出爐 但是為什麼不予公開這麼長的時間 不去公開到底裡面有什麼鬼 而且呢 還談到說這個要當事人來同意 去年底的時候 北檢為了針對這次大選 他說可能全國有很多的重大假訊息 那現在也確實離選舉非常近 當時法務部長檢察總長親自視察北檢 而且做出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決定 要求這些檢察官 也就是黑金專組 應該全天候值班 而且遇到全國性重大假訊息 應該立即澄清迅速下架 溯源追查註線 好 如果按照這樣的原則 所以還有什麼偵查公不公開的問題呢 因為羅志正是國防外交的重要的委員 如果他的影片 性愛影片 或者他的錄音檔一再的外流 而沒有辦法證實這個是偽造的 那我們想請問一下羅志正委員 你最近你的手機有遺失嗎 你的手機電腦有遺失嗎 有送修嗎 因為如果這些的影片沒有辦法去證實是造假的話 我們更關心一個重要國防外交委員的 他的手機電腦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已經出現嚴重外洩 立委李德維質疑 調查局不公佈結果 讓中國介入選舉的說法無法證實 甚至是打臉賴清德之前的說法 當賴清德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主席第一時間說 相關的影片是中國界選 我想請問現在調查局的結果是不是打臉賴清德 賴清德釋放假消息該不該被關呢 該不該被調查呢 剛剛我們黃紅衛委員這邊說的非常的清楚 法務部蔡清祥部長 邢泰昭檢查總長要求立即澄清 迅速下架 溯源追查祖賢 今天祖賢不在哪裡 就在我們的身邊 請問今天的結果不公佈 能夠證明是中國界選嗎 每當有對民進黨不利 對民進黨候選人選情不利的時候 很簡單四個字 中國界選吃到飽 就可以應付一切了嗎 立委林維州秀出照片表示 影片中可以看到被拍攝的人背後有志 羅志正大可謂自己澄清 給大家看照片 這個身體特徵 它背後有一顆字 這個影片 其實羅志正委員 真的要證明自己不是影片中人 你不公開那個檢驗報告 不然你公開你背後那一顆字 給大家看一下 我跟你講以我們的常理判斷 身為做你的臉 這做得出來 你的身體特徵 平常看不到的特徵 都在這邊 你要打臉這個身為影片很簡單 你的身體特徵跟那個不一樣 不是嗎 你看這個影片 他的臉部旁邊有 眼鏡旁邊有一顆字 你看這個第二個照片 跟影片裡面有一顆字 這個身體 這個還是平常看得到的 我的意思是說身為 廖拉局說已經檢定報告出來了 而且第一次消息出來的時候 還說不是身為 媒體也報導 然後來他們不敢承認這個結果 推給檢調 那檢調現在推給當事人 說當事人同意啊 就可以公告啊 你就同意啊 你就打臉啊 大家啊 然後就說這個是中共戒險 羅志正則是在臉書粉專回應 網傳不雅影片 以及與蔡總統的錄音檔 都是境外網站接選操作 希望媒體民眾不要傳播 以免觸發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